这个男人才19岁 大学生 却在一夜之间成了三个女生的爸爸 而这神奇的操作 出自于2012年的日本动漫 《要听爸爸的话》 虽然有很多超棒的福利画面 但更棒的还是那围绕着爱讲述的情感 故事的开始 要从男主幼泰的姐姐和姐夫出门讲起 将他们三个女儿交给幼泰照顾 长女宗毛小空是姐夫与前妻的孩子 而三岁小厨才是两人的孩子 至于梅宇则是领养的孩子 梅宇今年10岁 有一头漂亮的金发 小空今年14岁 但她跟幼泰第一次碰面说是有些尴尬 因为是在卫生间穿衣时被幼泰撞见 两人尴尬很久以后 在后来一起玩游戏时和解了 之后姐姐又说要出国一趟 希望幼泰再照顾孩子们一周 然而一周却变成了一生 姐夫两人的飞机失联了 生死未卜 三姐妹不愿分开去各个亲戚家寄宿 于是幼泰提出要照顾他们 就像当初姐姐独立抚养她长大一样 幼泰不管不顾地带了三姐妹回家 她的家很小 把床铺搬走才弄得下四人洗衣地而坐 虽然各方面都不方便 但大家都在努力克服 这小厨还不知道父母去世的真相 开局洗当爹 但这一点都不好笑 隔天一大早 幼泰醒来就被睡着的小空抱得紧紧的 幼泰丝毫不敢乱动 结果等小空醒来 因为太害羞便把幼泰打飞了 这种情况基本每天都在发生 同居生活的第一天 幼泰得出门打工赚钱 叮嘱孩子们要注意安全 结果小空他们弄脏了幼泰的胖子 就带了一堆衣服去自助洗衣房清洗 回来路上还顺便买了蔬菜 信誓旦旦地说要下厨 结果却做得一塌糊涂 等幼泰回家后 看了黑漆漆的菜 她还是吃得很欣慰 家里有人的感觉也很好 她在吃饱喝足后 带着小空出门谈话 现在他们私人最大的问题是经济 但幼泰让小空不要担心 她会解决这些 只听幼泰忘记把手机带出门了 于是小空窗上她最喜欢的小裙子 却送手机 回家时却搭错了车 手机也没电了 不想麻烦幼泰便拒绝她来接 不凑巧的又下起了雨 幼泰很担心 正好碰见了好友浩一 便和她一起去找小空 而现在小空正在大雨下奔跑 途中还不小心摔了一下 就让她想到了自己第一次和幼泰见面时 也在她面前摔了一跤 幼泰很温柔地给她贴上了创客贴 那时她还很甜美地喊幼泰哥哥 回想到这些 爱你自己喜欢幼泰的小空 心里就暖暖的 而幼泰也正好在大雨那头想她奔来 从今天起 小空又开始喊幼泰哥哥 而不是舅舅 后来在幼泰的休息日 梅雨和小厨有东西搭在之前的家里 想要回去拿 于是一大噪 自然就坐上了电车出发了 他们装了一堆的衣服 小空还不小心从楼地上撞到了幼泰 混乱中 幼泰握住了小空最喜欢的胖子 结果就被小空打成了猪头 这天晚上 他们决定就在这边过夜 难得能在如此宽敞的房子里睡觉 可大家却反而不习惯了 于是 他们又都挤到了幼泰身边去睡 才能安心 在此次准备回去的时候 幼泰突然拿了一张照片 让小空带回去 这是他们一家人的全家福 气心的幼泰在昨天看到了小空 对着这张照片看了许久 或许是担心带回去会增加思念 但幼泰认为 既然纠结就代表着有心想要带走 既然如此就不需要忍耐 幼泰就像他们爸爸一样照顾着吉女 亲戚更是时不时来检查幼泰 看是否真的有照顾好他们 为了让吉女不被拆分 她需要一边学习一边努力赚钱坚持 之后在幼泰上了一天的夜班 正准备回家时 却在路上被学姐莱香 和社长佐古给抓到了 二人十分想要见一见 幼泰的外甥女们 于是就有了齐聚幼泰家的冷脑场面 佐古十分喜欢幼女 把今晚的梅雨视为心目中的天使 莱香就特别喜欢小空 但看到佐古这个变态 不断欺负几个女孩 就忍不住暴力自后 但是莱香的出现就让小空很不舒服 因为小空把完美级别的莱香当成了轻敌 而在送莱香回家的时候 幼泰还真的被学姐给表示了一波 娘的关系也因为今天而变得些许微妙 最后莱香来家里叫幼泰烹饪 小空自弹也不服输了家路 让我试探莱香对幼泰的感情 结果却发现莱香是个很温柔且单纯的女生 竟不由自主地跟她打成了一片 晚上 幼泰想着梅雨和小空就要开学了 以后都要坐电车上学 便为他们买了卡包 放定期车票 这卡包还没送出去 管理员就上门说 幼泰的单人间就有四个人违反了规定 要她一个月内搬出去 不管幼泰怎么解释都没用 本来小厨的幼儿园还没有订好在哪里上 没一个小空去上学的话 幼泰还得抽时间照顾小厨 那么加上他自己的学习 打工的时间就很少了 那么就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了 这一切都能给幼泰感觉走到了绝路 哈维他们帮忙找了很多房子 但是都不理想 最后幼泰决定去请求管理员再延长一点期限 然而幼泰不在的时候 管理员左河第一次见到了小厨 却被她的可爱深深的吸引 但是凶巴巴的左河把小厨给凶哭了 小厨就用冰淇淋弄脏了左河的衣服 那么就不客气了哦 于是左河就和小厨一起去洗澡了 洗澡过程 他确认了小厨和梅雨 都很喜欢跟幼泰住在这狭窄的房间里 主要是大家能够待在一起 并且孩子也都相信幼泰一定会照顾好大家的 而其实左河本来是认为幼泰 没有能力照顾好三姐妹 才逼她搬出去的 想让孩子们去到更合适的地方 而梅雨更是哭着询问左河 吃不吃 只要他们离开 就不会围栏幼泰 看到这一幕幕 他最终改变了主意 巧的是 三姐妹和房东奶奶 也就是左河的妈妈关系很好 于是左河也同意了他们住一下 不过有个条件 如果幼泰不能照顾好几女 那么小厨就要被左河收养 这下解答欢喜 梅雨和小空开始了做一个半小时 点车上学的生活 小厨又被送到了合适的幼儿园里 每天早晨 为了让幼泰能够多睡一会 都不敢早点起来弄早餐 怕吵醒他们 这也导致两人每天 都得拼命的卡点赶电车 不过也乐在其中 可在学校里 同学们都觉得梅雨目前的情况很可怜 因为她每天都会因为休息不够 而在学校睡觉 还会为了回去能够帮幼泰做事 而提前赶完作业 这种气氛让她有些郁闷 在班晚放学 她正好碰见了浩依 浩依带着她去水族馆玩 吃了套餐 梅雨的皮鞋早晨被人踩住了划痕 她带大家看着卖鞋的橱窗 明白了她的想法的浩依 便送她一双 但是奈何那鞋太贵买不起 最后浩依带着她 去把脚上的鞋子给修好 梅雨和浩依说了自己的郁闷 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她很可怜 而浩依很善解人意地鼓励梅雨 不用在意其他人的看法 做最真实的自己就好了 梅雨被鼓励到了 而今天她跟浩依就像约会一样 虽然浩依很帅气 但是她喜欢的人还是犹太 而近来 小空的校园生活也不怎么理想 她是合唱团的社员 最近社团要参加比赛 每天排练的时间很长 导致去接妹妹小猪回家的时间 总是迟到 每天也没有什么时间走作业 成绩严重退步 而梅雨在课上还因为到了生理机 营养不良而贫血晕倒了 小空有些疲惫了 她感觉自己学校社团家务的事 都做得不太好 如果参加比赛 就会无法见过小猪和家里 所以她依然决定退出社团 虽然她很喜欢唱歌 而他们邻居是一位生忧 跟三姐妹的关系不错 营养进来 听说她要放弃种生忧了 小空去洗衣房的时候 正好碰见了邻居 邻居说一直接不到生忧的工作 再接不到 就不得不听爸妈的话回到家了 小空一面鼓励她不要放弃 自己最爱的生忧工作 一方面自己又何尝 不是放弃的兴趣 接天 又太请来一箱 来给家里煮晚餐 难得有空可以休息 她反而有些不知道要干嘛了 来讲做的饭很好吃 大家吃得很开心 她也很想做出让大家吃得开心的饭 细心的来乡 并没有询问小空在烦恼什么 只用自有方式鼓励着她 让她勇往直前就对了 在夜里 又太和小空去买牛奶 又太为自己最近 把所有的家事都推给小空而道歉 并且感谢 以前又太也想了什么事 自己来就好 但是最近她觉得互相麻烦 不止一家人都互帮互助吗 听了又太的话 小空开始决定依然下又太 在第二天 她找社长拿回了退步申请书 幸运的是 社长也一直在想着怎么让她回来 而邻居也接到一个深优的工作 这下 她两人都不在迷茫 但是近来 小空却总是做着 自己和又太结婚在一起的梦 在又太以为 自己这个父亲决策做得挺好的时候 娘子阿姨的出现打破了她的幻想 娘子阿姨告诉她 小空已经很久没有去社团了 美玉也因为贫血几次晕倒 正好这一晚 小厨又发烧 而联系不上又太 这时又太才知道 自己有多么不称职 她很懊悔 这时她想起了那封亲戚信 心里内容说 叔叔愿意同时抚养三姐妹 可以不让他们分开 希望又太好好的练大学 追求自己的理想 可是又太真的不想放弃 小厨的病也好了 灵气十足 让大家去发现 她这么努力地学唱小猩猩 是为了唱歌给爸爸妈妈听 小空和又太最终 还是告诉了小厨 爸爸妈妈永远回不来了 小厨也过不去 这个真相让小厨很伤心地狂哭 美玉也躲在一旁哭 而小厨并没有难过很久 因为懂事的她知道 只要自己哭的话 美玉和小空也会跟着一起哭 所以她又表现得很精神 没有在哭 乖乖地追上一无缘 但实在也不肯唱一首 小猩猩了 经过很久的考虑 又太来到了姐姐的坟上 她最终 还是不愿意放手家人的幸福 不愿意和三姐妹分开 幸好叔叔和姑妈 也看到他们四人间的深厚期盼 便不再强求了 接下 他们可以安心地一起生活了 等到小厨幼园会的这一天 又太请求了来将扮演的小厨的妈妈出场 然后没想到的是 整条街上的亲朋好友们都来参观了 为小厨鼓舞 是四人想要一直守护下去的幸福 故事 结束 这部作品最棒的并不是在于她温馨的剧情 而是她的连设 实话说 剧情在某方面并不温馨 甚至有种硬要跳到某副面方面的即时感 但奈何连设 营生正让不少观众流下的眼泪 虽然剧情漏洞不少 例如空难肯定会有补偿之类的 但是为了刻画出 继续在一起生活而努力的清静 也真的很是生动 正历上个人认为不如白豆糖 但也还不错 挺推荐 各位去观看原片 而相信看过原片的人也知道 我少了挺多剧情的 尤其是玉泰的大学生活 特别是那个变态社团不提也罢 总而言之 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 不是吗